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介绍 第二种 规文称的 画法 就是 直折的 方法 把仙子 留成一团 把它折起来 有一些鸡鱼的纹路 然后再把它铺平 再用散风胶木擦出它的鸡鱼 下面我们就开始试画 在用散风擦的时候 并不是乱擦 我们行得要 边勾边擦 把 三十的一些 结构 把它找出来 也可以 随便擦一下以后 再找出它的 结构 也可以 不过比较麻烦 就是说 先 搞好我们的 结构 先处理好我们的 构图 这是 啊 更加的 稳妥一点 因为我们在 唱作之前 就必须要想好 怎么来画 这一张画 这个 才是关键的 所以 我们还是按原来我们的思考模式 啊 来进行 刻画 啊 以免 到时候 润化以后 难找出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哪些地方 该画什么 还是画什么 擦出来的时候 啊 它那些纸的皱纹 确实有很多很像 啊 特别是我们卡斯特地貌的一些 三十结构 啊 可是 它不是完全的 艺术性 它只是一个 偶然的 获得 那我们最后 行得要经过 漫长的 艺术加工 啊 有些地方 不够 我们行得要去 构成 所以 大的结构 我们必须要 把握好 啊 先把自己想好的一些 潜水的 留上 先把它 留白 啊 先把它留出来 啊 那些 那些地方该长树的 行得要画树 啊 甚至有时候 我们行得要 画完了以后 含得要 等它 干了 再来 做第二次的 处理 比如说 喷水 然后把它 铺平 啊 然后再吹干 吹干以后 我们 在平的紙面 下面 我们可以 想画什么 就去画什么 啊 不是说 它这个 过程 一插 一插完以后 插这个纸以后 一插出来 就 一模一样的 就 弄图弄插就可以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首先 我们要理解 这个 工艺的 继作过程 做 它也有步骤 也有先后 所以我们要 了解这个 哪个先哪个后 刚才我们画的差不多了 就 等它干完以后 我们再去 喷湿它 喷湿以后 你急着要用 啊 不是要等干的话 你就用电吹风吹一下 把它吹干了 然后再进行 第二步的 刻画 啊有些 龟纹 它的石头结构 啊不够理想 还可以 进行 架构 或者是 扎湿 啊这些都是一些 方法和步骤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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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一些原有的基础上 我们 含得要用 就是说 寂墨法 啊还有其他的村法 啊 这些技法 都含得要用 啊最后一关 就是上色场和线染 上色彩是 增加 啊 啊 画面上自然的 啊 色彩 重现 另一方面 也可以调整 啊 啊 画面的整体关系 啊 还可以 增加画面的结构 他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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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暗面 因为色彩本身 他的 浓淡 啊 他的 色变 他就有个 立体的感觉 啊 他的浓淡 浓淡 可以分出 他的 明暗面 啊 特别是我们的 色彩 的 对比式 方面 就更加的明显 就是说 冷暖的 对比方式 啊 暖色调 在亮面 冷色调 在暗面 他就更加的 突出我们 画面的 一个 明暗效果 啊 还有一些 植被 也是要一些 冷色彩 来进行 一些明暗的 调整 还有一个就是 浓淡 稀释的 关系 啊 叶龙的地方就 比较近 而且比 对比比较 强烈 啊 蛋的 蛋的色彩 就是比较 显示的 比较 远 啊 而且比较 虚 所以 上色彩 在各方面 都产生了 啊 很大的影响 有很多地方是 刻画的时候 没有 完全的 足够 最后 还是用色彩 来进一步的调整 菜 也起到一定的 画龙点睛的作用 啊 有些地方 我们点了色彩以后 它就显得更加的 漂亮 更加的 亮丽 多彩 好了 这个视频 就基本上 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